火箭隊今年賽季第四場 在三頁檔案落後時仍然最後贏球的比賽 好巧 非常活躍的Howard也拿下六分 沒錯 其實火箭隊碰到所有的對手 就必須一開始的時候必須要這樣拿才對 現在進去讓對手知道說 在裡面沒有輕鬆可以過關的這樣子的可能性 對方的保險才會形成一個包夾或協助的動作 給他拍拳準備 拍拳拳到協防人 因為突然只有他到近距離的這樣跳起來的時候 沒有太多人撿得很遠 速度動態多以發卡 最後的追魂波還是干擾到了急救跑 周距離跳投由Renture Jackson Oklahoma City的early offense 今天讓火箭隊吃進了豬頭 也許不是第一波直接攻擊籃光 可是因為他們有快速的過半場 他們還沒有抓到自己的防守人 在哪裡失去了平衡而輕鬆拉下很速 雷廷隊的開攻得分呢 目前是16.9分 在聯絡當中排名第4 但是最近的3場比賽 他的開攻是只有12分 所以速度有受到那些壓制的出手 速度有壓制的哪裡是來自威斯珀 你見了 你會常常看威斯珀一個人被討回 還是火箭隊讓第一截的雷廷還拍順 沒錯 特別是1-8可能 各玩是精進的出手 Ohhhhh Ohhhhh Don't you bear much O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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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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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目前 是最兇猛的一個 我覺得目前除了滑球剩下兩分之外 其他的Felgo全部都在進區 重要如果能抓到的話也能打他的性格關係 很強的外圍 Aaron Brooks 三場三秒除了賽結合 投進了全隊的第一季三分球 Aaron Brooks其實在這個球位裡三分球的運動力是屬於屬二的 所以從板凳上來的以後 他很大的一個空母就在外圍必須要標準 火箭 站停回來之後 火箭隊的五分 全部都升級 全部都得到 Winge Jackson的下影 阿屎小朋友 球在地板上 尼巴卡在抓下 他目前的十分 是雙方得分最高的 在站停之後火箭隊拿出了一波 兩次early offense 也算是有一定的成功率 第一次 國際隊的軍呢很快 現在只差兩分了 Aaron Fisher上來防守了他 我记得今天在卡位来说,也被雷霆队公认去竞工篮板 雷霆队第二季竞工篮板 雷霆队在目前为止,雷霆队在目前为止,雷霆队最多的球员 我记得现在在球的墙边做了华盛斯战阶的防守,让雷霆队打落球 就转移到洛森边,雷霆队,踩上了进区的桃南森林 当然了,在整体的雷霆队来说,如果霆队可以切入攻击蓝光刺住这么多的话 那对火阵队的防守的确会造成威胁 这个年纪已经蛮大的后卫 近十战,还没调到雷霆队 没错,因为球季刚开始的时候,你像雷霆队和杰弥队 没错,没错 可是现在雷霆队拿手的先发阵 这种的罚球机会都不多,雷霆队只有 萨卜队队的一次加法 我觉得被分队的次数应该可以增加多少分队 也因此让他们的罚球次数呢,目前还是联盟高局第一 下午才上过了三十一次,而昨天火箭队的罚球次数能达到四十次以上 这球大概是特劳二锅的一贯款 手真的够长啊,这个比赛 就是我们说过,不到进去里面只能跳起来 能挡住他的女生的速度多了 这样的拳球被菲修给东西 第二球是一个同一面,协议了8分9秒 好 没错,在过去进场上 就是Kerry Burner的各种各种大幅场 在,没有了这个 在,没有了这个 他也受他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他也受他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我今天这场比赛一开局的时候 攻击的策略是明显 希望制造一些给所有公主球员里面得分的 这三项数据的一八连区的 一八连区的 一八连区的罚是 一个球员 可能是在自己的 可能真的 我跟这个小鱼来说 可以去分析的一个数据 穿而言 互相之间封重 也要提供而栽的两个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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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現了 的確在打工的先進換來的以後 KBD好像也開始要KB幫敵棍來秀 我現在的第二季是他的球